大家好 今天我会讲几个英语的成语 English eating 还有会给大家介绍 两种专门在圣诞节期间吃的食物 The food is generally only for Christmas 在视频的最后我会给大家介绍一本书 哎呀很兴奋刚刚从严马信上买到的 他是讲呢 作为家长特别是孩子从 pre-teen to teenager 之间 比如说从大概十一二岁开始一直在往上 有一个阶段他们会跟他的朋友们更好 他很多事情不愿意告诉家长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他的朋友 怎么和他们一起散开心扉 作为家长的话很幸 我昨天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然后他说我在Costco看见这个东西呀 他们让我们尝我尝起来很好吃 很好喝 那么你看看这是什么呀 我一看这个东西啊大家看叫 Eggnog 他的名字叫Eggnog 可是他的里面主要成分不是鸡蛋呢 有一点点蛋白 主要成分是牛奶 做的 里面呢 很稠 很甜 很 有点腻 叫rich rich的 反义词就是清淡 这个 怎么喝呢 怎么吃呢 其实他就是说 说那些期间大家在家里面或者party的时候呢 他要对酒喝 对 什么酒呢 对 Rum 浪梦酒 Whiskey 威士忌 或者是 Brandy 白兰蒂 这三个 对多少呢 一般来讲你不要放很多那个白酒 然后你就 把这个 Eggnog倒进去 一边倒一边尝啊 像 尝一尝 酒精味不是很浓了 你喝的很舒服就可以了 没有固定的量 我喝过那么一两次 但是 It's really not my cup of tea 我的意思是说 不合我的口味 然后呢我这个朋友 他感到很沮丧 他说你看我连这个东西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喝 然后我说你看我知道他怎么喝 我也是学来的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一点点靠 积累起来的 这是我为什么鼓励大家一定要去Christmas party 有邻居请你去 一定要去 你去的话 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你就尝一下 你就了解到了 你就学到了东西了 所以我跟他说 你不但不要感到沮丧 你还感到很高兴 应该 你这么好学 你是第一个问我这个问题的 Give yourself a pat on the shoulder 就是说 拍拍你自己的肩膀 给你肯定和认可 比如小朋友呢 做的好了 我们就会拍拍他的肩膀 哦 太棒了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英 一句英语的成语 除了那个 我再介绍另外一种 叫 short bread 哦你听这个名字 你是不是想到面包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 食物的原因 他 不是面包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一种 像小曲奇一样的小饼干 cookie 很酥脆 里面也放了很多很多的油脂 很好吃 但是也很rich 很油腻的 所以这个不要太 吃的太多 小心要长胖呀 圣诞节起见 太兴奋了 终于到可以看 介绍我们这本书的时间了 这本书叫 hold on to your kids why parents need to matter more than peers peers这个词呢 就是和他很相当的 这 这样的人 比如说小朋友呢 他的同学 就是他的peers 小孩到了一定年龄 12岁以后啊 这时候呢 134岁 一直到167岁 到青春期啊 或者 这个时间呢 他们会和他们的朋友更加亲密 他们总在一起 他们谈论他们的生活 他们有他们的朋友圈 做他们的事情 我们的家长呢 就是需要买东西了 需要花钱了 需要我们给他们开车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才找我们 但他们不和我们交心了 你感觉到距离就拉远了 这个时候是有原因的 这本书呢 他就会教我们 因为 每个人都要有归属感 小孩 如果他在家里没有归属感 他在他的朋友里面 一定有一个归属感 这是他的圈 那我们家长 因为我们可能是把精力太多放在工作上 或者要赚钱上了 或者放在自己的身上了 我们自己玩手机 自己上网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忽略了孩子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原因吧 等等 所以 这本书里面会很详细的告诉我们 我们都 究竟应该怎么做 怎么给孩子我们的注意力 然后让孩子能和我们之间感到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是能 connected 我们之间是联系的 不是说有不可及的 这本书 我很希望和我们一边读这本书的时候 学习里面内容同时学习英语 双丰收 哦对了喜欢的话请点赞 请订阅 请和你们的朋友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在下面会放一个链接 教你怎么在Google上要建立一个Gmail的这样的 信箱 因为你要建立信箱之后才能 点赞或者是订阅我的视频 订阅之后呢 每期会自动就发到你那去了 你可以 按时看 很高兴 哦对了外面下雪了今天 奔哥华的第一场雪 所以很亮 期待着明天和你再见 再见